嗯? 几点啦? 收听陆西故事的时间 今天的故事 桌子为什么叫桌子 嗯 好无聊 救命啊 终表 谁第一个叫他终表的呢? 终表 终表 谁第一个叫他终表的呢? 终表 嗯?床 为什么叫做床? 有了 床 今天开始就叫香蕉啦 香蕉 哈哈哈 有意思 还有笔筒叫你钱包 还有鹿叫你西红柿 哈哈哈 我这是天才 走掉了西红柿啦 找到了 手机要迟到了 啊 要迟到了 要迟到了 赶快跑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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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铅笔弄哪儿去了? 大白兔 铅笔戒指给我吧 铅笔? 什么东西啊? 啊 啊 那是什么啊? 就是这个啊 你不是有吗? 快借我一只快点 啊 啊 你说钟表吗? 我就只有一个啦 啊 无语 不是钟表 是铅笔 我说这个 就是啊 这就是钟表 我只有这一个啦 嗯? 你真奇怪 为什么混乱着叫啊? 是啊 我昨天想闹的游戏啦 嗯 不过大白兔 我课后班学习过 语言是全社会约定俗成的 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 只有你不遵守的话 会很不方便的 那又怎么样 这才有意思 我是天才天才 嗯 怎么办 找不到西红柿了 怎么办 啊 警察叔叔 嘿嘿 叔叔 叔叔 啊 大白兔 什么事啊? 我找不到西红柿了 啊 原来是这样啊 沿着大路一直往前走 然后又转 就能找到西红柿了 啊 谢谢 嗯 沿着大路 往前走 又转的话 嗯 嗯 什么 西红柿农场 嗯 没看过的孩子呢 你是谁啊 啊 你好阿姨 我在找西红柿 嗯 你说你在找西红柿 啊 你是来买西红柿的吗 不过你有钱吗 啊 我的小厨鸡都在我的虫虫怪里 我现在没有呢 是啊 啊 要买西红柿的话 需要用钱 钱 小厨鸡买不了西红柿的 啊 所以说 我现在找不到西红柿 小厨鸡在家里的储存罐里 我还拿不到啊 啊 什么呀 你说的一句话我都没听懂 阿姨忙着呢 你赶紧走吧 走吧 啊 怎么办 赶紧离开离开 哦 啊 怎么办怎么办 西红柿完全找不到了 橡皮越来越黑了 怎么办怎么办 啊 橡皮签皮 就铅笔回家吗 哈 铅笔原来叫什么来着 橡皮是什么来着 啊 嗯 嗯 什么来着 哈 好好乱好乱疼好疼 这样下去就不能回家了 嘿 怎么办才好嘛 救救大白兔吧 啊 大白兔到底能不能顺利回家呢 今天陆西的故事就到这儿了 朋友们下次再见哦 再见